欢迎收看好家好家 我是乌凯文 嘉义市是台湾最重要的林业重镇 1930年代的嘉义市 当时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市民 几乎都从事跟木材相关的行业 为了重现过往 目督繁华与光荣 嘉义市政府从教育扎根做起 将木元素融入到城市生活 希望能为嘉义市这座有老灵魂的城市 带来新火力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探访一位大师 他是陈佐明老师 投入蓝尖雕刻 已经长达40多年的时间了 还曾荣获108年度 文化部凿花座传统匠师 那我现在就要来去拜师学艺咯 走 老师好 请问一下 我如果要开始学做这个蓝尖木雕的话 我要从哪一步开始学起呢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松叶 这么大一幅作品 我要先从这一小块松叶开始学 要挑战制作蓝尖雕刻 这可难不倒我 看我一手圆刀 一手木锤 依着草图上的线条 勾勒出松叶的轮廓 还适时替换不同工具 像这把三角刀 是用来刻画出松叶的线条 原来单纯要在木板上 凿出一棵树的雏形 就藏着这么多学问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练习的结果 大概有90%都是老师帮我的 好 那现在呢老师要带我来看看 他的作品咯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跟着陈佐明老师的脚步 一一翻阅着过往的作品 40多年来 他就投入在这一件事上头 乐此不疲 其实我一生也是 只有做这个蓝尖雕刻 从头到尾做到现在 所以说他也 我都成家业 我孩子也长大了 我是偷这个做蓝尖珠福 才能够有今天 在锯台前 老师傅手稳气瓶 细细的线具 割划掉多余的木材 怎么操作拿捏 是磨出来的功夫 控制好 要拉稳 你如果不拉稳的话 寄到我们要的地方 那就失财 我们这个蓝尖雕刻 是剪划工艺 就是你少了一个 就不能补上去了 打粗胚再细修 每一幅作品从构思到完成 至少得耗上四个月的时间 神社 石灯笼 五重塔 金雕细琢 引领民众 长阳在家贺八景之间 陈佐明在17岁那一年 踏进了蓝尖雕刻产业 所谓的蓝尖雕刻作品 通常使用在装饰 和饰建筑的隔间上 当年的辉煌荣景 令他印象深刻 那个时候就是要招收心血 叫多一点人来做这个蓝尖雕刻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来买很多 因为做不出来 所以说他就是说 学生的工资比较便宜 我们就做 不过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 西式建筑兴起 陈佐明转念 将蓝尖雕刻 结合市场需求 制作出象征富贵有余的蓝尖餐桌 他的大型屏风作品 君子道 则在门片的两旁 以煤蓝竹橘为题 打破框架 让蓝尖雕刻 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这个蓝尖在利用 生活化 不要只是一只艺术品观赏而已 希望也能够生活化 就是给我们带来方便 守着初心 让产业不凋零 有着目睹美誉的嘉义市 牧业人才极己 除了有老师傅 也有年轻一代 接棒传承 不遗余力 这件要放在门扇腰堵上的 雕刻作品 正在做最后修整 罗又瑞准确下刀 磨得锐利的刀口细细雕鑿 一朵朵象征生生不息的翻花草 不使用砂纸 更考验工艺师的木雕技巧 与成熟度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已经就 很要求我们 就是我们作品是不能磨砂纸 因为他认为作品磨砂纸 整个作品就会看起来 比较没有精神 每一刻一画 井小身为 77年次的他 在大学时 接触到传统木雕 诗成国宝大师 施振阳 一晃言已经十多年 面对庙宇木造建筑 渐渐被钢筋混凝土取代 人力外移 产业萧条 他却不改其志 其实庙宇文化 它有很多的文化的内涵 然后它的图像 可能就有很多的文化的意义 香蕉树配石头 这个就变成是 招寿 就是祝福长寿 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意涵 所以这些东西就 你就会怎么 你去看就去了解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个文化的深度 非常的深 就怕记忆失传 罗又瑞与市府文化局协力 开设老建筑保存在生 木雕人才培力课程 为更多对传统木雕 有兴趣的人 打开一扇大门 领略木雕文化之美 很好玩 而且老师会把那些 木雕的背后的文化意义 讲出来 然后木雕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是用 木头在作画一样 跟家具又不太一样 它就多了一份自由 然后创作那种感觉 以老建筑保存在生为主轴 带大家从建筑认识 传统的木雕作品 那么说到老建筑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 嘉义旧监狱宿舍大变身 这是嘉义市政府推动 重现木都再造历史现场计划 把嘉义旧监狱闲置的宿舍群 打造成了实验牧场 未来也是培育木雕人才的重要基地 日治时期的木造建筑 民国武林年代的红砖宿舍 走过百年风华的建筑聚落 因为监狱迁移 原宿舍群的住户也渐渐搬离 木造屋舍颓皮荒废 衍生出了卫生以及治安问题 由嘉义市政府和南华大学副教授 陈正哲合作 将旧间宿舍聚落活化再利用 吸引专业团队进驻 并且打造实验牧场 透过产官学合作 培育木业人才 这里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可以教育的场域 让大家说我老五补墙 你这里倒了 我可以用什么方法 有哪几种方法 甚至大家所需要的工具 这边的工具就可以来培养学生 从日治时期阿里山林厂开发 嘉义市木业蓬勃 木毒知名应运而生 但随着塑胶产业兴起 环保意识抬头 木毒渐渐沉寂 师傅团队清净心力 再造历史现场 也邀请在家 以及回家的年轻人一起投入 找回木都城市的记忆 用创新的能量 然后用地方创生的力量 再来让它有新的生命力 所以这个城市 小城市大创新 老灵魂有新生命 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一起过来努力的 下段节目我们要带你来看 嘉义市区拥有六千多户木造建筑 快木房屋的密度是全国第一 如何透过老屋修缮与活化 让嘉义市目睹美誉再起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好家好家 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店 如果不说你一定很难猜得到 它竟然是一家豆花店 来到嘉义市 一定要品尝一下传统的豆浆豆花 而这间店是第二代把闲置三十年 1960年嘉义市老医馆 德山医院重整修复而成 里头的每一个角落 都还保留着当年老医馆的风貌 仿佛让人穿越时光 耸利超过半世纪的老医馆 摇身成为现今嘉义市最夯的文青豆花店 宽敞明亮的复古氛围 让游客愿意好好停下脚步 感受旧时光的美好 以及认识嘉义在地甜点 因为现在叶利多人就是往美往帅 然后来这种地方 我们觉得很适合拍 也很适合给人家看 因为外线是很修 但各位都知道说 嘉义是一个很新 就是一个很新鸣的地方 不是只有老人休闲的地方 退休的生活这样子 或者越来越好这样子 老宅加成老味道 豆浆豆花软嫩顺口 更带有豆味的浓橙香 嘉义好像有名的 就是豆浆豆花 对 然后因为我之前 只有吃过糖水豆花 然后这次吃豆浆豆花 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那个豆味真的蛮重 蛮好吃的 吸引人的好味道 还有巴西莓果碗 色泽鲜艳 用料丰富 果泥里头则加入豆浆更添风味 从内而外 让在地甜点赋予新意的是他 84年次的刘元成 就是很多时候 我没有想说 我卖这样东西 它会不会卖得太好 或是市场接受度高不高 这都不是我的考量点 我的考量点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要我自己很喜欢 餐点花样多变 店内的饮品也跟豆浆有关 咖啡配上豆浆 刺激味蕾清爽解腻 刘元成的浓缩咖啡 是用复古机种手动拉拔操作 多了点人的温度 我或是其他人 我们会因为压的力气不一样 然后做出来这边风味也不一样 因为是用压力去萃取咖啡粉 它就是没有科技 反正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不落于科旧 老店豆花传承人 带着老招牌 来到嘉义市中心开分店 但不沿袭传统豆花店的简单风格 他向中了一间历史超过半世纪的老医馆 重新整理翻修 他已经三十几年没有动了 所以走进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废墟 对啊 然后我就回去跟爸爸妈妈说 这边就OK 然后他们就进来看 看了就超级反对 跟你疯了 内部整修费尽心力 原本如废墟般 杂草丛生的后院 如今绿意环绕 以前医师在二楼的居所 摆上桌椅采光明亮 是最吸引游客驻足的用餐空间 而在建筑外观 透过申请嘉义市的老屋卸妆计划 由南华大学陈正哲老师承办主持 修复立面新旧并尘 二楼垂直遮阳板气派大方 大跨距齐楼磨石子地面 门柱上的马赛克瓷砖 再再凸显原建筑特色 老屋卸妆市府配合了一个 南华大学陈教授 陈老师他做很多老屋的东西 所以他已经很懂修老屋的工法或是材料 我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很重要 做旧 绝对不会比做新的便宜 那但是你会留有一些时间带来的这个东西 你会把它留存住 那另外就是说你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做 拆除这件事情 去修旧的时候那个拆要拆到哪里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陈正哲老师除了积极投入老屋卸妆计划 也是嘉义市目督2.0团队的推手 希望能掀起一场全嘉义市的运动 再创目督价值 目督2.0的精神 它是要把过去的所谓在嘉义市的 牧业这件事情 转换成新的未来的一种新的产业 去吸引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产生各式各样的这些产业的活动 然后去把人才可以吸引到这个城市来 看完了老艺馆改建成的豆花店 接下来这个地方会让大家 仿佛一秒来到了日本 这里是引申在嘉义市区巷弄内的 日志时期百年老宅 这是一家旧物件杂货铺 里头的每一件生活器物 都是老板夫妻两个人 从世界各地亲自收集而来的 店里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故事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杯 碗 陶罐 上百件旧物从清朝日志 再到台湾早期文物 汇聚而成岁月凝练的韵味 江户时期的幸乐梢 粗糙却自然 质朴又雅致 为了找寻心仪的旧物 老板得不厌其烦 不远千里 这当中一定有麻烦的事情 可是就是你能够找到自己 就是我真的觉得很不错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很开心的 黄千璋说搜集旧物 不一定要追根旧底出自什么年代 感受美感与运感才是关键 一般民众要入门 他推荐几款实用性高的玻璃器皿 老玻璃的风化一定要 就是它至少需要50年以上 才能感觉出它的差别 然后你看它表面都不是平整的 可能有气泡 有杂质 只要给它光线 它反射出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出身屏东 在台北念书 后来成为嘉义女婿的黄建章 5年前找到位于嘉义市西区的双连洞老宅 修旧如旧 在老台湾的美好空间里 呈现一件件生活美学的累积 曾经有位老前辈就跟我们讲 分享他追寻美的过程 这个你一旦有这个感受的时候 你一辈子追寻美的过程 其实你是不会感觉到寂寞的 老乌新生在嘉义市街区 长出了千姿百态 嘉义市政府观光新闻处 盘点100家风格小店 黄建章的老建杂货铺也在入选名单内 市府今年积极推动城市美学 在仍保有6000栋木购老建筑的嘉义市 如何延续老乌生命 市府政策推陈出新 我们老乌这个部分 大概有两个案在做执行 一个就是所谓旧物力 坐篮 再就是所谓老乌的卸妆 就是我们立面把它做一个整修 让它恢复原来的一个样貌 让唤起民众这样的一个 以前的生活上的一个记忆 美化街区 改善市容 为嘉义市目督品牌 留下在地共同记忆 缔造它独特的文化风采 在这座美丽的目督城市 不止老乌火化 嘉义市政府也致力火化旧城区 塑造嘉义市独有的文化风格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好家好家 嘉义市有42年历史的中央第一商场 有着深厚的文化跟商业底蕴 大家现在看到在我后面这个 也是当年非常有名的小圆环地标 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 新二通街区过往繁华的故事 也引进了在地深度游城 跟嘉义知名艺文团体软剧团合作 改编二通店家故事原地上演 书画 整理妆容 吞去浓艳的舞台妆感 因为这次的演出得跟观众近距离接触 这出呈现嘉义市街区故事的 二通时光奇遇记 不仅在硬体下了功夫 演出文本也有多声道呈现 这条路上面就是横跨了 就是从二通时代 然后到现在的那个中正路 所以就是我们讲话的语言 就是包括华语 台语跟日本语 好 大家早安 欢迎大家来到嘉义市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旅程 就是故事及剧场 遇见每个时代的嘉义 由软剧团副团长 与品节担任导览员 引领着外地游客或者是嘉义市民 用散步的方式走入位在火车站前方的二通路口 也就是现在的中正路 重新爬梳属于嘉义市的历史记忆 我们这间西安宫其实从清代的时候就有 原本的祖祭不是在这里 藏在二通街区的西安宫 留下了丰富的移民文化 当年信众如果身体不适 可以来庙里求一支药签 也呼应嘉义市早期劳力密集的情况 我告诉你 在之前会车头到六岁 不然三岁都坐三十五间 来看回来的人是在家 边逛街边看戏 剧团把演出舞台搬到店家门口 演员化身客人 店家邻居 在店铺前的南北杂货 都成了演员们的道具 游客走进气味浓郁的山产行 聆听踏进五十年的故事 在地浓厚的人味 更让嘉义市街区 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不在营运的新中市场 由在地居民将废弃的老屋门面 打造成独具风格的艺术墙 定期更新 如果我们报章杂志上面 有什么新的阿伯喜欢的图案 他都会定期把它贴上去 从荒废的市场 再到邻近的食品原料批发老店家 演员讲述麦堂生意经 在演出现目前 还安排了一段歌舞表演 美丽航以来美丽也会 切开胸东西又为 共亭一听 不再会 为二通唱作主题曲 热情唱跳带动气氛 让民众对这一趟游逛行程 印象更为深刻 因为我家其实也是住在二通附近 可以想说 他所介绍的是不是 我所熟悉的一个环境 对 结果发现 还是有很多我不熟悉的地方 非常的感动说 原来我们嘉义有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的历史在这边 那我们应该要去更深入的懂 了解它这样子 两个小时的导览行程 停留十多个店家 也特别选择在不同产业 特色的五个点位 作以戏剧呈现 筹划活动的主办单位 为了让导览行程 更凸显地方价值 找来嘉义知名剧团 一起合作 演出场地是次要 最重要是故事 故事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剧团 就应该在哪里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合作很有趣 就算即便是嘉义人 可能也不知道说 原来嘉义有儿童这个街道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嘉义 它是有一条非常古老的 有历史有故事的街道 然后在这条街道上面 还有这么多的老店家在这里 努力的经营 主办单位从2021年年底开始 深入走访儿童街区 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 要让更多人看见 二通的过往 现在以及未来 在嘉义市街区 说家的故事 让民众跟地方 有更深的互动 而嘉义市政府 推动旧城活化 透过品牌设计 来提升街区的经济力 在西市场一楼的两处空摊 经过改造之后 现在华丽变身为潮书店 夹在小吃摊与服饰店之间 独立书店小巧精致 贩售书籍以设计 旅游食谱为主 选书标准就是要和在地产生连结 这些书的呈现 让大家有一个话题的开始 比如说他可能不知道 在这个市场哪里逛 可是他今天可能翻到 食谱内的哪一本书的时候 哪一道菜的时候 他可能就 我好像可以尝试煮这个东西 那他就可以因此 从我这边往外发散的到 市场内去选材料 店内摆设选品除了氛围感十足的 老家具旧物界 也为在地青年留下创作的舞台 花一直在装点书店空间 让每一角都富有生命力 我当然可以找非常厉害的人 直接就可能顶着什么名号进来 但我更希望是让人家看到说 原来我们自己的嘉义的孩子 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民间单位投入嘉义市旧城活化运动 在指标场域西市场成立书店 要和在地居民店家交流互动 引进人潮与商机 在市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书店 就很好啊 好像有改变一点 市场有改变 如果讲冲击可能这个词比较好 网路的关系或者是说 路过的游客或者是在地居民有口耳相传 那开始有不同于以往这个市场会出现的人出现了 那大家才会觉得 好像你在这边有那么一点点的正面影响 西市场的独立书店 成了嘉义市推动旧城活化的亮点示范 市府政策从多元角度出发 一步一步复苏二同皆去经济 就是我们的新二同计划软性的导入 还有特色店家改造 店面的改进改造 那第三个呢就是青年创业补助 我们也加强加码 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繁荣跟附属 所以到年底之前呢 基本上我们这个街区就一下子会有十几个店面 全面的改变 以人文底蕴 历史脉络打底 吸引青年创业火化旧城区 有了期许与希望 让嘉义市变得很不一样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嘉义市以木建筑为经营的 新形态产业聚落已经逐渐成型 原本废弃破旧的老屋 经过修缮活化之后 现在成了青年创业圆梦的空间 更带动了嘉义市的经济与活力 不同风格特色小店 也提供大家来到嘉义市 有更多旅游的选择 感谢您收看好家好家 我是乌凯文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